为什么说好的夫妻都是睡出来的 心理学上有一种伴侣效应 说的是跟舒服的人同睡是滋补 跟爱的人同睡是大补 因为和爱的人相拥而免 在爱的能量场下能够让你身心愉悦 安心入眠 还有研究表明 睡觉时会相互拥抱的夫妻 婚姻幸福指数高达94% 而那些睡觉互不搭理 背靠背 距离较远的夫妻 婚姻的幸福指数只有68% 正如作家三毛所说 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 吃饭睡觉 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进去 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在心理学上 婚姻的第一杀手不是背叛 而是夫妻过程的室友 你想想啊 如果连身体都不靠近了 那怎么可能做到夫妻一条心呢 有些差距一旦拉开 便再也回不去了 人到了中年才发现 当工作累的一天回到家 躺在床上 能够有个人让你卸下 所有的伪装疲惫 说上两句心里话 就已经是幸福的具象话了 可惜 现在很多夫妻呢 都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越来越多的女人 都在嫌弃自己的男人 看自己老公不顺眼 别提能在睡前 说说心里话 相拥而眠了 平时不抱怨 不指责 就已经是万幸 但男人真的有 那么不堪吗 并不是 只能说 是妻子对丈夫的爱 在慢慢地消失罢了 但我也想说 不能一起共眠的人 又何以共余生 我是心语 男人也渴望被理解 也渴望被理解 也渴望被理解 也渴望被理解